帐帐的开箱文 奇怪的扭蛋连发 有时候你赚了一些小财 也不是赚了很多钱 但是你就是会小小的 痛快想要花一点钱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 扭蛋试连发 重来试 上一下表题 扭蛋试连发 首先是这个扭蛋 蛮便宜的 30块 很适合突然想要花一点小钱 做工的啊 小时候游乐园常常都会有那个 熊仔 熊仔的车子 有点帅 而且蛮大只的 就会觉得 30块 非常的划算 哇 超帅 Ó 有点冷藏 30块有这样的东西 而且还蛮有质感 现在一个艺术品嘛 不像 30块的话我一定要买两个 所以第二个 iş收刚刚的 那个系列啦 第二个 有点帅 这个是熊猫的欸 但为什么是蓝色熊啊 刚好跟这一支戳一对 非常还不错啊 接下来 第三个的话这个 满特别的 这东西 50块 好 莫名其妙一個扭蛋 它叫做 香亭 我們抽到的是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 是這樣吧 是松鼠 看得出來滿松鼠 我看都像一坨草 它有送一個底座 給松鼠站的底座 非常空虛 完全感受不到療癒的感覺 而且旁邊掉有一堆草耶 最後一樣東西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非常厲害的東西 小積木啊 這前陣子還滿紅的 走進玩具店啊 都看人家賣一包一包的這樣子 好 這是它的說明書 喔 我抽到企鵝喔 它裡面零件呢 非常的多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煮 對 我要找我的幫手還要煮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文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來煮企鵝囉 煮出來就是這樣啊 就長這樣 這是企鵝 這是兔子 然後他們的眼睛被我們對掉了